我现在要做抚膜透析了 做抚膜透析必须的就是严格的消毒 就是要洗手 洗手要洗很多遍 然后这是我的恒温箱 里面是我必须要用的透析液体 要把它保温 我每天就是这样要做试吃 然后把这个液体灌入我的肚子里面 这里面有2200毫升的液体 我要把它灌到我肚子里面 我现在肚子里面已经有了2200毫升的透析液体 我要把它排出来 它排出的过程当中里面也有毒素 也有就是说我体内不能排出毒素 和在那个透析液一起 就是从这个孔 这个肚子里面这里有个孔 然后这样伸出管子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头 这就是我的生命线 我必须得把它把它保护好 这个过程就是换液的过程 必须得特别快 就这样 我把它包一下 包一下 就是从我肚子里面 这里 就是把那个液体 从这样 对气的袋子里面排出来 然后排出的同时 它会把我的毒素 还包括我的营养物质 全部都排出来 所以我就是身体比较虚弱 比较缺乏营养 上次就是透析的过程中 我都晕倒了 就是因为可能是营养 就是缺少营养 然后把这2000毫水肚子里面 我现在装用2000毫升的水 把它排出去之后 然后又把2000毫升的水 弄到我肚子里面去 所以我肚子水 就是很大大的 就像怀孕的一样 就不止装了很多水 装了透析叶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有家人在旁边 或者在门外面 这样的话 他们不能进来 怕万一有细菌 所以他们必须在门外等我 因为怕万一就是说中途 我会晕倒 就像上次我就是晕倒了 幸好我妈妈给我掐人中 然后我才梳醒过来 所以要预防 我刚刚讲的就是抚摸透析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健康 远离疾病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定期体检一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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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